NCP-152 Book of Endings 末日之初 Summer等级Safe 偷送措施 NCP-152放置在49区一个封闭的仓室里 以下称为越南市 等级而以下人员无权进入越南市 越南市配备了一盏吊灯 一台监视器 一台扫描、影印、印表机 已装好影印纸和墨水 一把标准办公椅 还有一张标准办公桌来摆放Safe-152 当不使用时 Safe-152应搬到最后一页 这样可以马上看见有任何更新 一个守卫将布置在外面 防止未授权人员进入越南市 所有人员都被指示在靠近越南市时保持安静 描述 Safe-152是一本巨大的、精装的、有金属编角的书本 黑墨水的字源写在似乎是上的牛皮纸的纸张上 数个末路上的内容 都是描述天启级的灾难事件 虽然不是全部都是SK级世界末日场景 但是一样都是以人类毁灭为结局 这些故事以事件顺序排列 从西元前6000年的太阳异常活动开始 到接近当前日期的数个故事结束 大部分故事都是描写很多末日灾难 源于基金会现在或者曾经保管过的物品 或者是因为一次超自然现象 当然也记录了很多传统的形式 比如核战争或者致命病毒导致的人类灭绝 每个故事描述了灾难发生的细节的前提 直到如何导致地球上的人类灭绝 你被观察到SCP-152的文字 会自动翻译成读者最熟悉的语言 甚至连句式都会随不同的人有明显改变 还会使用一些只有读者明白的俗语 唯一不变的只有其主要思想 就是人类毁灭 如果几个人同时观看SCP-152 那么它将切换成 第一个对其进行阅读的人最熟悉的语言 如果没有人观看对象 对象文字将停留在最后一个读者所熟悉的语言上 偶尔书上的文字也会以横排显示出没有翻译的未知语种 对于熟知基因会历史的人来说 SCP-152所显示的大部分资讯都是准确的 仅仅在末日发生与否上有分歧 绝大部分情况下 在SCP-152所显示版本的历史中 区别在于一些关键的抉择上的不同 而这些不同最终导致了人类的灭绝 SCP-152几乎抵抗任何改变或者书写的企图 墨水、石墨、木炭以及其他书写材料 似乎无法附着在书页上 而且很容易抹去 雷射或者其他热源也无法点燃书页 书页和书页之间只有五维尼的间隔 任何外来材料都难以插入 以此看来 SCP-152是不会腐烂的 同时也是难以测定其确切存在的时间 SCP-152会自动更新 新的用黑墨水写好的书页和人类灭亡的故事 总是不定期更新 出现在书的最末页 新的故事同样都是描述人类如何灭绝的 当页面空间写满后 额外的一张会出现在末页后 同时SCP-152的书籍也会扩大 当SCP-152被基金会保管后进行了 次更新 在过去的几次事件中 SCP-152被证实会更新出当前灾难的发生地点 由于最近的记录一直频繁地提到对于基金会有兴趣的存在与组织 包括基金会自己 SCP-152被定期检查是否有任何重要资讯 附录一 这些书上的内容如果被散布到公众区 对我们来说是很危险的 有什么理由真的需要研究它吗 过时的灾难假设剧本不是我们要关心的 我们现在有一大堆真正的麻烦要关心 欧五支 这本书上关于多灾多难的地球的准确描述 对于当前的业务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另外 它也对一些我们所持有的SCP项目一旦失控 产生的后果给了一个清晰的原情 我认为所有有许可权的研究人员 都应该抽空来读一读最后50页 就会让他们深刻地理解一下 他们的工作有多么重要 只因少了一个钉子和租物此类的 Jensen博士 最后50页书上的一半 都是写着基金会如何搞砸和害死所有人的 欧五支 就像我说的 他提供了一点点原情 Jensen博士 事故报告152-05 在 的晚上 负责监视器的守卫注意到SCP-152 从越南市消失了 在他报告之后 SCP-152又重新出现了 而且末页又更新了一张 因为这已经是第五次书本突然消失和出现 参考事故报告152-01到152-04 于是用一台高速摄影机 装在SCP-152放置的那个桌子里的一台 高灵敏电子秤 以及一个会在电子秤数值变化后 启动的警报装置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实验 在之后的三次更新中 SCP-152都没有触发警报 而高速摄影机显示SCP-152 每次都是在事件中消失疫苗 我认为这本书不是被更新的 它应该是被换了一本 而每次它改变都是我们收到了一个它的新版本 我对它从哪来的很有兴趣 Janson博士 以上就是SCP-152 简单来说SCP-152是一本巨大的书 上面的文字会随不同的人阅读自动转换语言 写满了各种造成人类灭亡的灾难事件 这本书会不断地更新内容 后面的内容大部分都跟SCP基因会有关 这支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自我帮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任不喜欢吧 就自从SCP-152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